曾經講過程度很差是真的 就是我之前在來雅詩班之前 我考了三次終極英傑初試沒有過 然後那時候要報雅詩班的時候他還不知道我報 他叫我要先去多一班打比 就是我程度太差 所以我是從多一班轉過來的這樣 然後因為我本來以為自己大概要準備兩年 結果後來就是整個計畫就提前了一年多這樣 然後因為David老師真的是 因為我上過很多老師的課 可是我真的覺得David老師是所有老師裡面 最認真教的最好的 所以我才願意這樣子通車繼續上他的課 然後我分享一下我讀書的心得就是 因為我自己會做一個計畫表就是有個表格 看你每天要完成哪一個項目 就譬如說我分享大家我一天要完成的項目 就是我一天會被30個新的單字跟30個舊的單字 然後一天聽力、一天閱讀 然後一天聽力的模擬考題 然後還有David的講義我每天就是 那100多個句子我每天都念一次 所以這樣你寫作的時候你才不會想說哪一個句子 就是要哪一個句子 到時候考試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內化 就很順口就是接著下一句這樣 然後我在學校就是因為我不是讀英文系的 所以我就會找英文系的外界老師 就問他說可以跟你練口說 但是我其實也不是他的學生 然後他就願意讓我這樣每個禮拜去 所以我就可能固定找兩三個老師 然後加讀書會加來上課 然後或者是透過網路上教一些國外的朋友 就是國外一起要考亞斯的朋友 我們就會用英文聊天 這樣可以去念聽力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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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你要跟Chris一樣 沒有啊不是我快樂 20分鐘 那你有沒有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最後的建議給這些同學要準備 比如說方向啊 信心啊 是 有什麼資源啊 讀書會之類的 嗯 就是 其實我覺得在準備過程中 因為我 大概 其實好幾個都沒有休假 就頂多去逛個夜市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每天都在宿舍 不然在突出來讀書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告訴我自己說 嗯 如果現在堅持的話 以後當我達成這個目標 我會為現在就是還在堅持我的驕傲 我可以可能慶幸我這時候沒有放棄這樣 然後因為我自己做的時間很長 所以我會下載很多APP 就比如說聽聽英文學英文那種 然後我是聽英文歌可以學 或者是亞森單字 反正很多 然後你在車上的時候 就別人在睡覺 你可以趕快就是多背幾個單字 或聽幾片聽鈴 或者是你就可以趁機 用Stanby跟外國人聊天 訓練口說 就是運用你鎖碎的時間 然後像Daby給我們那個 閱讀的作業網站 我是每天都讀一篇 就是可是可能不會照老師進步走 因為我的進步很快 所以就是可能比老師給的進步超前很多 所以有時候閱讀作業就來不及教這樣 你最後這句 喔好好好 然後就是這樣 謝謝 OK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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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